南投县国姓香农会举办2024年南投县咖啡品鉴竞赛 今年共有87件参赛 而且品质大幅提升 评审过程以SCA杯测模式进行 采用分数集聚评比 并由六位其他县市的业者评比 其中更特别的是邀请日本级的评审 每一位国姓香的咖啡农表现都令评审惊艳 我们这一次评审团是由六位评审组成 其中一位是有邀请我们的日本外籍评审 我们评审团来自于我们全台湾各县市 有贩售台湾咖啡的店家 采用SCA杯测模式 透过并感的方式 当年都要比一次 让咖啡农如我来用的提升品质 让我们国姓咖啡的品质越来越好 地名堂越来越高 相信我们专专的人会喝到我们好的国姓咖啡 替我们国姓咖啡来加持来发挡港带 国姓香农会总干事叶荣心表示 每年办理的咖啡品贱竞赛 就是为了提升农友栽种烘焙技术 相互观摩学习成长 而主审陈婉珍也认为 借由竞赛也可以发现 国姓香的咖啡越来越好 品贱咖啡的花香浓郁 口感也都很柔顺 整体的品质都更胜以往 我们品贱那么多年了 大家农民的一个整体县内的 南投县咖啡的一个品质表现 都有更多的水果香 花香 柑橘掉性 那酸的话都是属于温和柔和的 大家的消费者都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那整体的表现是非常的干净 咖啡已成为南投县的重要经济作物之一 许多乡镇农友投入咖啡生产 又以国姓香面积产量居全线第一 而今年咖啡品贱竞赛分为水洗主以及其他处理主 成绩也将在6月7号线上直播同步公告 记者曾光佑国姓香采访报道